美国德州日前遭受近50年来的最强飓风哈维重创 不少地方都泡在水中 也酿成严重灾情 黑人邪心凯文哈特 左就决定抛砖引玉 慷慨解囊和成图 翻射自凯文哈特 Instagram路透社 记者陈玉军综合报道 美国德州近50年来所遭遇过的最强飓风哈维 哈维于26日登陆后 为整个德州地区带来了狂风暴雨 酿成严重灾情 这波灾难性洪水不止 让当地最大城市城修士顿炮在水里 还造成至少两人丧生 30人受伤 40人失联的惨剧 还有不少居民因此而无家可归 黑人邪心凯文哈特 Kavin Hod 对这次德州的惨重灾情就十分关注 先是抛砖引玉的表示 自己要捐出二 5万美金 约台币75 8万元给红十字会来震灾 并号召自己的名人朋友们能够一起跟进 之后又再继续加码 把捐款金额提高到5万美金 约台币151 7万元 十分有心 因为预风哈维带来了暴雨 灾难性洪水 让德州许多地区都泡在水里 法新社凯文哈特28日在自己的Instagram上提要出一段自拍影片说到我想我们在网路上都参与了不少大挑战有的很有意义有的却也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都做了而在这个时间点我打算要进行一个真正的挑我要挑战我的名人好友们一起跟随我为了哈维 预风向红十字会捐款25万美金约台币758万元的脚步 因为这是一次严重的事件而我认为人们现在真的非常需要帮助并点名了包含碧昂斯杰斯巨石强森克里斯洛克贾斯汀等数位大咖明星一起来共同响应自己发起的这个为德州灾民募款的活动 他发该篇挑战影片文刚过不久后今天29日又上传了另一支新影片告知在大家热情的响应之下他已经架设了一个为灾民募款的网站让网友们也都能有机会能一起共襄盛举行善 同时也透露自己也决定将捐款金额翻倍直接捐出5万美金约台币151 7万元这次更继续点名亚瑟小子等人表示自己每天都会点名一些名人希望他们都能一起加入并可以因此号召更多民众一起来参加 而除了凯文哈特外加拿大歌手德瑞克也透露自己已经联系上当地的救济组织希望能为灾民们提供实质协助还有本身就是出身自德州的乡村歌手克里斯洋 克里斯洋也因为担忧自己的亲友邻居们慷慨减囊捐出10万美金约台币303 5万元并温馨喊话德州我们爱你凯文哈特后来也架设了专属的募资网站 希望能让更多网友共同参与翻设自CDN Crowers 相关影片 影片取自凯文哈特 Instagram如早已出境请见谅 请订阅